Hello, 歡迎來到暖夜廚房 今天的推介是苦瓜排骨湯 消暑、益起 最重要是不難煮 Let's begin 首先, 今天煮苦瓜排骨湯 不是要苦 因為很多人說煮苦瓜湯 是用來降膽固醇 降血糖等 要煮苦瓜 我也是養生湯 功效也有 但不是重點是苦 要一條粟米 因為湯帶點甜 大人小孩都會喝得到 它是有點苦 但它是偏甘 苦瓜 可以清熱消暑 養血液氣 還有明目 但除了這些 其實它 都可以有美容的功效 所以 你會見我是用排骨 排骨 沒有豬骨那麼肥 它一樣是有骨膠原 再加上 苦瓜 就達到 對皮膚好 為什麼我現在 開始講這些 偏夏天的湯 因為天氣開始變熱了 所以 沒有理由 等到它真的熱 那時候你才來看 所以 現在 苦瓜 最好選擇 直身 不要彎身 這樣就會好 爽脆一點 然後 用匙巾刮中間的 瓦 最好 就是 用少許水 沖住 來刮 這樣 就會好 會刮得乾淨 如果不是 就這樣刮 就可能會刮不乾淨 然後 苦瓜 頭尾 就切了 少許 然後 就切 一塊塊 就不用太大塊 不要切得太小 一樣 又是一個湯匙 不得起 大小 就是最好 你看 我 加了 粟米 因為 粟米 本身 是比較配的 如果是熬這個湯 所以 我就加粟米 但是 我不會加紅蘿蔔 因為 它兩樣不太配的 而且 苦瓜 我不是說 味道不配 是它的功效不配 所以 我沒有加粟米 今次的粟米 我沒有加粟米 苦瓜 苦瓜 已經是偏涼 再加粟米 就會過火 所以 我沒有加粟米 苦瓜 就要出水 首先 水滾 少許鹽 大約 半茶匙 一茶匙 都沒有問題 加苦瓜 苦瓜 加了水 水滾 就可以拿起 然後 讓它不太苦 煮這個湯 最麻煩 就是苦瓜 要出水 煮一次 然後 排骨 也要出水 兩個 出水 之後 還要煮湯 所以 就要 分開幾個步驟 但是 煮完之後 湯 就不會太苦 就有點 甘甘 或者是有點苦 但是 是偏向帶甘 好喝的 那 就 不會 很多人接受不到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苦瓜 是說 很苦 水滾 就可以關火 撈起它 我 旁邊已經有一個大鍋 煮熱水 就可以放進去 因為 排骨 出水後 如果 有兩個鍋 是 容許的話 最好 就 馬上放進去 洗乾淨之後 就馬上放進去 煮熱了的湯 水 裡面 就會好一點 不要緊 分開慢慢做 但是 我就這樣說 黃豆 要浸 大概半小時 浸 浸 之後 才放進去 湯 剛才 就放了薑 薑片 就讓它的湯 沒有那麼涼 所以 我沒有去皮 有它醋 不要緊 因為 苦瓜 已經 偏寒 所以 不怕 排骨 我這次 買到 叫做新鮮 新鮮 冰鮮 不會是雪藏 一樣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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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滾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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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走所有髒東西後, 先放進湯裡 食譜中, 我有紅棗 我一直沒有說, 紅棗洗乾淨 放在裡面, 要放在排骨後 水滾, 先放入紅棗 紅棗不要太早放在這鍋湯裡 黃豆已經放了, 薑也放了 苦瓜也放了, 粟米也放進去 把排骨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後 因為這鍋湯已經在煮滾水 所以很快就會滾 然後放在紅棗 然後轉為中火 煮90分鐘, 即一個半小時 然後加一次鹽 最多就可以喝 如果受苦, 其實可以不放進去 但是, 放半瓶一次鹽 就是提味 所以它更加好吃 然後煮好, 就可以喝酒 就是這麼簡單 對身體好 這鍋湯 尤其是夏天來的時候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我 訂閱我頻道 按鈴鐺 當作支持我 這鍋湯 值得一試 希望下次見到你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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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